現在二級警戒宣佈是要持續延長到9月20號 市長認為說以目前國內的疫情狀況 應該要朝向持續鬆綁 還是應該現在應該要升高管控提高警戒 我跟你講喔 兩天前我非常樂觀 我甚至都想在幻想說 我們這樣一路打下去把它清零掉 因為我已經拖到一個月 每天都一個case 甚至平均起來一天不到一個case 我那時候想說搞不好再拉兩個禮拜 那個消耗戰你知道 就把這個病毒就把它清零掉 結果你看才一個 一個作夢回來 天啊 我現在還知道說這些小朋友的家長有沒有在台北上班 如果有的話你知道 那還要看看他在什麼樣的上班長 如果是辦公大樓就慘了 這個這個大概一下子要匡列 不知道匡列幾百人 所以這疫情是這樣啦 還是那句話 我想來想去 恐怕還是用美國的戰術好了 就是全民打兩劑就不管他的 流感化 恐怕這是 不然的話每天疑神疑鬼的 驚公之鳥你知道 我們臺灣過去一年入境的旅客是一千一百萬 現在沒有一百萬我看都不到 問題是這樣搞下去 我們難道跟整個世界脫軌嗎 也很困難 所以 問我的話 我還是贊成美國的戰術 全民疫苗打兩劑 有必要六十歲以上再打第三劑 就不管他的就全部給他解禁 解禁了 我比較廢話這個戰術 就算了